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了 这钢铁班的饭啊太硬 我牙口不行 还是这个时候啊 这几天训练你们 你们班就你还行 悟性太差了 钢铁班是咱们全市乃至全省尖子班 就吃这么点 想清楚了啊 有遇见吗 饭就在这儿 你们好意思吃吗 等会儿 把后辈交给自己的战友 合作是生不信是死 这是团队 有原则又坚持是好事 那得分事 钢铁班的饭 我一直给你留着 在这儿吃饭到胃口 回老位子吧 哈哈 无许 我到家了 谢谢你送我 应该的 也是 男朋友送女朋友回家 理所当然 赶快回去吧 你着什么急啊 要不你先走 我看着你 急的你 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上我的 不知道 那你那天抱我抱得那么紧 是怕失去我了吗 我失去过 所以我害怕再失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 说错话了 木头 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 因为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还有 他的位置 我不会试图去取代的 但是 我会尽可能地 填进你的心里 你介意吗 不介意啊 谢谢你 木头 谢谢你 木头 你回来了 谁啊 追求者 干什么的 多大年纪了 认识多久了 我不知道 老爸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我又不会被坏人骗走 我女儿的终身大事 我能不关心吗 这样 每天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我请她吃个饭 哎呀 老爸 人家很忙的 改天啊 改天在于 来 之前啊 你说我缺乏安全感 还有那个什么 一定的焦虑倾向 是个什么情况 嗯 徐曼同志 我知道我 确实长得不错 但你也不能 一直这样看着我 是吧 大家都知道 我已经 你想问的不是这个吧 直接问吧 专家就是专家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啊 各方面都非常地不错 外表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就在 某个特定的时刻 总会让我感觉 她很孤独 好像自己故意 把某个方面 封闭了起来 不让任何人 是个女孩儿吧 父母离异了 她父母离异之后 她跟了妈妈 后来也组建了新的家庭 跟她亲爸爸的接门机会 很少 但她上学的时候 也都是诸相 好像跟她妈妈的交流 也是很不好 这是很典型的 亲情缺失 亲情缺失 什么叫亲情缺失啊 亲情缺失呢 一般的情况就是 要自己独自去面对 成长的过程 和生活中的问题 内心没有依靠 导致对亲情淡薄 同时又极度渴望亲情 渴望依靠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你可以从感情的角度出发 去弥补她童年想要完成 但一直没有完成的小心愿 多以补充啊修复为主 小愿啊 什么小愿啊 今天不聊了 我们先走吧 不是 去 去哪儿啊 薛曼去哪儿啊 咱们刚聊了一会儿就不聊了 你别问了 为什么不能问 你们跑得挺快啊 你干吗 你有病啊 不是 你是谁啊你 先生 对不起 这是个误会 他也是我前夫 行啊 许万 我以为我们只有钱的关系 没想到现在多出来个男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和你还有半年前的关系吗 你赶紧给我滚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 挺好 反正多一个男人替我付钱也挺好的 我走 记得把钱给我准备好 你个混蛋 什么钱吗钱的 西城 对不起啊 连累你了 要我说啊 西城哥也是真能忍 好事吗 温教官 你怎么来了 我来开会啊 好好好 李西城呢 西城哥 他在宿舍服药呢 薛曼受伤了 没有 没有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受伤的 反正那天 急急 那个 我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 回头聊 赶时间 赶时间 走 走了 什么情况 叔叔 你 你来我干吗呀 我们两个嘴巴都大 但是 我跟你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知道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什么意思 我真想扒开你的脑袋 看看里面都装得是啥 虽然我不认识你们什么温教官 但是看他听见李西城受伤的样子 有那么简单吗 而且我问你啊 现在除了李西城 还有谁在宿舍 许曼啊 明白了 那可是得让温教官知道 西城哥受伤了呀 我去 我去吃饭了啊 啥意思啊 叔叔 没事 你随便弄弄就行 这虽然是在里面的小伤 不好 但是也是伤啊 得好好吐药 我从小活着就抄 这点伤更不错什么 你别觉得不自在 是因为我的原因 才让你卷进这件事的 我挺不好意思的 徐曼同志 以后啊 你要有什么难处 就直接跟我们说 我们这么多兄弟呢 多多少少都能给你出点主意 这个人 我算是伤透心了 两年前 他迷上了赌博 输得倾家荡产 我实在没有办法 为了孩子 才跟他离了婚 离婚之后 他还是常用孩子来威胁我 跟我要钱 拿着钱 又再去赌博再输 不过没事 我已经提起诉讼了 过一阵子可能就开庭了 他再也不可以 用孩子来威胁我了 好 那就好 对了 你那朋友的事儿 我下班之后 好好跟你聊聊吧 对 我朋友的事儿 一定要重视 再重视 放心 那我先走了 谢谢啊 同志们 你们虽然负责不同区域的火查工作 但是随着火查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 必将打破以前信息传递不及时 不完整的状态 你们必须共同地协作起来 是 还有 要对各个消防重点单位 经常地检查 发现隐患 及时上报 而且要提出整改意见 这么沉 珍珍 你们又回来了 我帮了一天了 累死了 你个大小姐 真跑这儿来搞个工作室啊 懂什么呀 人家这是体验生活呢 谁体验生活了 这是我的爱好 也是我的工作 能把爱好发展成工作 你知道是多幸福的事儿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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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鸡汤我可受不了啊 不错呀 这地儿 对呀 挺好 挺好吧 特别好 特别好啊 我告诉你 这儿以后呢 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室了 那 是不是也代表的 这儿 就是我们俩的 就是我们俩的 是你的 也是你的 对呀 那就 你们俩今天穿得漂漂亮亮的 那你们就帮我 干活吧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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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吧 干活 干活 我跟你说 你也请 好 你记着啊 每天都得上药 咱们图书馆查查资料去 好 行 小领导 你想我想的多蓝蓝眼见我了 做好你的事 管好你的嘴 少管我 什 什么管好我的嘴啊 请我吃饭啊 好嘞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可算是弄完了 累死我了 这在家里啊 都是不干活的主 到了她这儿 累死累活的 就是啊 贺珍珍 嗯 你个大小姐 整这么个小店干吗用啊 可把我们给累坏了 你不会真把这儿当谋生的吧 怎么不能谋生了 我告诉你 我贺珍珍是要能够养活自己的 独立女性 是 是 独立女性 你呢 就做你的独立女性 我还是跟你找个高富帅 嫁得得了 省得麻烦 宝贝儿 你别这么着急嫁人行吗 又不是嫁不出去 这是谁啊 有情况啊你 告诉我 什么什么什么 我看看 照片你照的呀 帅吗 帅 快珍珍 你这 不对啊 有情况 看着面花痴 还说我 这小的这是谁呀 老是腰带快 你们两个好八卦啊 快说 快说 好 那我就隆重地向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男朋友 那你什么时候介绍这个帅哥 给我们认识认识啊 得了 你们好烦啊 我不给你们看了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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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凶了 太凶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让他自己欣赏一下 走 走 同志们 你们看到的画面 是巴黎圣母院失火事件 四百名消防员 通过九个小时的奋离救援 才稳住了火势 巴黎圣母院中央塔被毁 院内房屋燃烧殆尽 只剩建筑主体结构还在 齐火点 在建筑的脚手架附近 此次救援 无一人上网 只有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员 受了轻伤 最重要的是 教堂内部的所有文物 全部得到了保护和转移 知道他们是怎么部署的吗 救援开始 一支队伍冲进教堂抢救文物 另外一支队伍 在塔楼狭窄的楼梯空间内 进行消防作业 其余的消防员 全部部署在教堂外部 用数十米高的机械臂 和高压水枪控制火势 教堂附近的双桥 布置了一辆消防车和抽水机 直接在散烂河内取水 风力加大了房屋顶部的火势 巴黎消防局很快做出了选择 不再将重点 放在了难以拯救的木质结构层上 而是将攻坚力量集中到了 双塔和钟楼上 知道为什么吗 一旦钟楼的大钟坠落 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严重坍塌 正是这个决定 使得巴黎圣母院的主体结构得以幸存 巴黎消防局的这次救援事件 可以说是给我们所有消防员 好好上了一课 班长好 王班好 你吃 你吃 我找他 我觉得这饭啊 我还是喜欢吃七般的 七般的饭 你们七般这几个啊 你说说 胆小花多 之前我训练过 我没留踢给别的班 别的班直接踢给后勤了 直到你们七般组接 他这个人呢 体能训练呢 还行 任务执行力也还将就 但是 注意力不够 就原层面上来讲 没有上升空间了 王太极 想自己多想别人少 主观意识多客观意识少 共生死 难 牛猛 两年前一场救援 那时候环境特别恶劣 一个小女孩 没能救过来 老爷 你知道的 从心理层面上来讲 已经不适合做消防员了 你 算了 今天不说你 我钢铁班的饭 永远给您留着 你们班还有 冯哲 这个人我是一直看不通 为人老实 训练客户有韧劲 是吧 但是你就总觉得 总觉得是他缺点什么 很多人觉得他是呆 我也认为他挺呆的 他呆归呆 但有的事看来比谁都清楚 我是看不通 那我呢 老爷啊 老爷啊 以前你我就是互为影子 我总想在灯下 踩着我自己的影子 你也是一样 现在的你对于 七班来说 其实是把双人捡 大队长的意图其实很明显 给你这么几个人 就是想让你往正规指挥员路上走 和他们相处这么几天 我能感觉到 他们对你 是依赖 这种依赖 你用好了那是凝聚力 七班从此就走下正规 走下辉华 你还用不好了 这七班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孩子班 怎么走 完全取决于你 你说啊老爷 咱们蓝眼特勤 可以说没有一个体能不好 技术不过关的 那最终差别是什么呢 你刚来的时候我就和你说过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叶启航 你要做的是引导他们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杆坑 蹲在那坑里 不偏不倚 严丝合缝 这才是团队组产 我说得对吗 不是 你笑什么 说话呀 之前啊 我觉得叶夫站身上有一种 变态的优越感 我发现你身上的优越感 才是真的变态 老爷啊 我变态吗 你变不变态跟我都没关系 我觉得 是时候把钢铁班和七班的班长 给换回来了 好啊 等你这花呢 汪汤 好看吗 好看 我好看还是我拍的照片好看 这照片拍得确实不错 但是照片上的人是我 我哪有你好看呀 那我拍得这么好 以后是不是就可以经常去消风站 给你们拍照了 这个 我没有纪律 行了 得嘞 不难为你了 快点走吧 别让我爸等急了 今天你就喝这个吧 老爸 嗯 您工作辛苦了 多吃点 嗯 小姨啊 今年 有二十几了 二十八 他二十八 我二十四 都合适啊 嗯 年龄嘛 还可以 那我再问问你 爸 您别这么多问题行吗 我们就一起好好吃顿饭 要不您找点别的了 嗯 嗯 什么这 会不会玩这这 小姨啊 我呢 我呢比较直接 你别介意 真真妈妈走得早 我是既当爹 又当娘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多了解 多问问 问清楚了 我才能放心地把它交给你 我理解 叔叔 嗯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消防员 高危职业 你觉得 你这个职业能给珍珍一个 安稳幸福的家吗 爸 消防员怎么不能给我 幸福的家了 我第一次见木头的时候 就是她救援的时候 我就喜欢她帮助别人 珍珍 你别说话 爸 闭嘴 我再问你 之前有过几顿 恋爱的经历啊 爸 您这很明显就是有偏见 您要是继续这样的话 这顿饭我们俩都不吃了 木头 走 走 叔叔 您做为珍珍的父亲 这些担忧我都理解 我不但从事着一份高危职业 而且 我实话实说吧 我结过婚 我的前妻 怀着孩子去世了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叔叔您先别激动啊 听我把话说完 在事情发生之后 我又很长一段时间 都非常地封闭自己 直到我遇到了珍珍 她打动了我 让我意识到 我不能再错失这么一个好女孩了 我爱珍珍 爸 木头根本就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她是我认识的最有担当的人 你们两个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行 您不同意那是您的事 我就是喜欢她 这之后的路 不还得我自己走吗 你 喂 喂 何总 不好了 村库着火了 什么 着火了 嗯 几号参火 三号 赶紧组织人救火呀 你在这儿待上 我去通知队里 然后立即赶去下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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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装备整理一下 收到 停一下 老叶什么情况 被困人已经被救出来了 但是由于霍物的堆积 消防从岛被堵了 这边 准备战斗 收到 停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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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戒 何时仓库的棋火炎非常隐秘 兄弟们分战了两个多小时 只看到烟 却没有发现火源 陷阱 火炎最恐怖的地方 就在于浓烟之中随身埋藏着你不知道的危险 黑暗之中 你什么也看不见 生还者 武障 甚至是你的队友 很多时候 你只能选择一个人去独自面对 一个人面对黑暗 这个时候 你要坚信 坚信光亮一定会照射进来 否则 你在被真正的危险击蹈之前 就会被未知的恐惧所击蹈 林某 小心 怎么样 没事吧 林某 你没事吧 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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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总 我是安定消防队的火调员 请配合我们调查 好 这是来调查的 调查期望 这是要去现场 这是要去现场 这次火灾我发现诸多疑点 我想调监控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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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边 跟李源 提供 注意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怡婢 何然 赫氏集团的火灾 有可能是人为纵火 真的吗 从监控录像上的黑影 还有现场汽油燃烧过的痕迹来看 应该错不了 明天下午三点 赫氏集团见 好 我知道了 您看这名气不大 来 我送你一份 不用 还得好一会儿呢 你先走吧 没事 我就在这儿等你 是吗 我来这儿已经十多年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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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要见贺总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不好意思啊 小姐 您没有预约 按公司规定 我是不能让您进去的 我是安定消防救援站的 针对这次火灾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借你们贺总 实在不好意思 小姐 我真的不能让您进去 小姐 小姐 您不能进去啊 小姐 我不管啊 爸 反正我跟叶琴恒 我们俩好定了 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 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爸 我也不想给您添乱 可是您天天喊着给我摘星星摘月亮的 怎么这么点小事 你就不能成全我呢 我宁愿去给你摘星星摘月亮 也不能让你嫁给一个结果婚 又随时有生命危险的男人 行 你不让我嫁给他 我就离家出走 我看你敢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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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能进来 不好意思啊 贺总 唐突了 贺总 对不起 这位小姐非要进来 我没有拦住 那你先出去吧 好的 贺总 姐 喂 您怎么来了 我有点公事想跟贺总聊 爸 这位就是我经常提起的温义兵 咱们都是自己人 不用客气 您好 小温 你先回去吧 晚点再说 来 请坐 我跟小温谈点事 小温 昨天大家辛苦了 我呢 准备了一些营养品 待会儿让他们送到队里去 给大家犒劳犒劳 您太客气了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另外 你们队里有没有人受伤啊 您放心 无人受伤 我今天来最主要的目的 是我怀疑这次火灾 视人为纵火 不可能吧 昨天不是已经 确认是意外失火吗 昨天不是已经 贺总 您的园区管理混乱 人员分杂 很多安保和措施有漏洞 这给纵火犯留有很大的机会 您先看一下这些照片 我知道这些不足以盖棺定论 所以 我需要您的帮助 小温 你说笑了 我又不懂得查案 我怎么帮你 您看这前三张照片 都拍到了一个人的背影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您的园区有这么多的摄像头 都拍不到它的正面 这就说明 它对您的园区非常熟悉 极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 小温啊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可能不了解 我们集团啊 向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大家都很爱戴公司 不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好 这次意外的失火呢 我们集团确实是失职 那个 这样 我一会儿呢 还有个会 也不多耽误你的时间了 贺总 这次火灾造成了您上千万的损失 您就不想了解真相吗 小温同志 你已经超出你的职责范围啦 贺总 小李啊 送送小温 等一下 医冰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事 贺总是吧 我是下城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何燃 刚才 我在门口听到什么职责范围 那我算是这个范围内的吗 算 算 何警官 这是我们公司全部员工的资料 是吗 只有这些 特事集团看着的 但人力一直不多 高效是我们唯一的标准 那也不可能只有这些啊 你们可是下城最大的集团公司 还有事吗 我在等两位的吩咐 不用了 我们还有点事情要交流 方便出去一下 这是很典型的亲情缺失 亲情缺失 亲情缺失一般的情况 就是要自己独自去面对 成长的过程和生活中的问题 内心没有依靠 导致对亲情的淡补 同时又极度渴望亲情 渴望依靠 如果症状轻微的话 你可以从情感的角度出发 去弥补他童年想要完成 但一直没有完成的小心愿 多以补充啊 修复为主 这老狐狐狸太狡猾了 白忙活半天 白忙活半天 贺学名的态度这么反常 这说明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 犯罪痕迹不会消失 我绝不会让他们掩盖罪行得逞 谢谢大家